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芬兰、爱沙尼亚天然气管道和电信链路遭到外部活动破坏 幻想之地 拜登的正常化努力忽视了巴勒斯坦人 美元在美联储会议纪要和美国通胀测试之前失去动力 澳大利亚公布了一项旨在监管数字支付提供商的草案法律 昆士兰银行股价下跌、股息削减、利润暴跌等等 请大家收看 芬兰、爱沙尼亚天然气管道和电信链路遭到外部活动破坏 半岛电视台 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的天然气管道和电信电缆遭到损坏 芬兰和爱沙尼亚官员怀疑这是由于外部活动所致 对波罗的海连接器天然气管道和数据电缆的损坏正在进行调查 芬兰总理佩特里·奥尔博表示 这种损坏不可能是正常运营的结果 有关部门正在共同努力确定损坏的原因 两国已通知北约和欧盟盟友 目前没有直接威胁供应安全的情况 幻想之地 拜登的正常化努力忽视了巴勒斯坦人 半岛电视台 最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暴力爆发暴露了美国在中东政策中未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失败 乔拜登总统专注于正常化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推动进一步的外交协议和地区合作伙伴关系 然而 这种方法忽视了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和他们对一个可行国家的要求 拜登政府继续支持以色列 每年提供38亿美元的援助 并不愿对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负责 最近的暴力引发了人们对正常化谈判中巴勒斯坦问题被忽视的担忧 并且认为这将继续阻碍更广泛的地区和平 该地区的专家和领导人警告称 巴勒斯坦问题不能被回避 冲突不能在地区政策中被忽视 如果美国希望在该地区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稳定 就需要重新评估其方法 并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优先解决的问题 美元在美联储会议纪要和美国通胀测试之前失去动力 路透社 周三 美元对一揽子货币走低 因美国国债收益率下滑 受到美联储官员鸽派言论的影响 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 拉斐尔 博斯蒂克和民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 尼尔 卡什卡里都表示 中央银行可能不需要进一步提高借贷成本 美元指数触及两周低点 欧元升至1.0606美元 而英镑升至1.2296美元 澳大利亚公布了一项 旨在监管数字支付提供商的草案法律 路透社 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出台立法 赋予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RBA对数字钱包提供商 包括Apple Pay和Google Pay进行监管的权利 目前 这些平台尚未被指定为支付系统 因此 不在该国金融监管体系之内 拟一的规定将允许 RBA监控数字钱包支付 并授权财政部长命令监管机构评估 可能对该国构成风险的任何支付平台 政府旨在保护消费者 促进竞争 并鼓励数字支付领域的创新 昆士兰银行股价下跌 股息削减 利润暴跌 路透社 澳大利亚昆士兰银行 BOQ的股价下跌近5% 该银行宣布年度利润下降70% 并削减股息 这家澳大利亚地区性银行报告称 截至8月31日的年度税后净利润为 1.24亿澳元79.79万美元 而上一年度为4.09亿澳元 BOQ还预计利润和利润率的压力 将持续到2024财年 并表示面临利润率压力 该银行录得一次性超过3亿澳元的减值损失 对其收益产生了影响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是关于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的天然气管道和电信电缆 遭到损坏的消息 这次损坏被认为是由于外部活动所致 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但没有直接威胁供应安全的情况 接下来是关于拜登政府在中东政策中忽视巴勒斯坦人的困境的报道 拜登政府一直致力于正常化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但这种做法却忽视了巴勒斯坦人对一个可行国家的需求 这次暴力事件让人们对巴勒斯坦问题被忽视的担忧加剧 并认为这将阻碍更广泛的地区和平 如果美国想要在该地区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稳定 就需要重新评估其方法 并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优先解决的问题 在货币方面 美元对一揽子货币走低 受到美联储官员鸽派言论的影响 这可能与美国国债收益率下滑有关 这对于国内外的投资者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最后是关于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出台立法监管数字支付提供商的消息 这项法律将赋予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监管数字钱包提供商的权利 这将有助于保护消费者促进竞争 并鼓励数字支付领域的创新 这些新闻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观点和问题 我们可以思考 为什么芬兰和爱沙尼亚的天然气管道和电信电缆遭到损坏 拜登政府应该如何平衡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关系 美元的走低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澳大利亚政府监管数字支付提供商是否有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和思考的问题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谢谢收看 我是刘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